第2019年之後 由全球人獸贊助的 離島棒球營 今年繼續在金門舉辦 而景文高中和馬祖高中 也一同共襄盛舉 並再度邀請到 文化大學總教練廖敏雄 和四位子弟兵 來指導小球員 把自身的經驗 傳授給選手們 這次來金門應該算開心吧 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 不僅然我以為是台灣 比馬祖大很多 我覺得他們教得很好 就是不管是守備還是打擊方面 他們就是很有經驗 教的東西是蠻實用的 我去年有來 然後今年就來 感覺學到更多東西 因為教的方式不同 有教不同的東西 所以就覺得 這次來這邊有學到很多 就很開心 平常可能如果 教練在顧很多人的時候 就是不會顧到你自己 按你自己如果 有很特別的疑問 教練也沒時間回你的話 他們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問他 然後他們就會跟你結社很相親 他們有來主動問我 一些變化球的握法 還有丟的方式 然後我也蠻開心 就是今年新來的 錦雲高中的學生他們 他們很樂意的去詢問我問題 我沒有帶給他們重點 我就是教他們 因為到後面還是在學一些基礎的 我是給他們一些基礎的一些 觀念啦 動作啦 還是什麼想法之類的 因為我來的時候算是交手臂嘛 我從以前就是都是內野手嘛 我學到的東西比較多都是在內野有關的 無論是補位啊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觀念 所以我就來這邊就是交給他們 我學到了 從我身上學到了 然後交給他們這樣 去年我主要是教他們主殺嘛 就是丟二壘主殺 然後今年想說 把跟前輩學的一些接球技巧啊 這次也教給他們 帶他們做一些接球的訓練 他教了我們很多基礎方面的 的一些技巧 然後還有一些個人想知道的 接球的那些腳步 丟球的時候該怎麼處理 要怎麼撿球 手要怎麼接 就捕手的接球 手套的那面要朝前面 不是這樣抓而已 就很多平常不會講到那麼細的東西 他也會跟我們說那個 比賽的時候遇到狀況要怎麼去 把心情調整好之類的 比賽如果在緊張的時候 就會想一下說 哪個教練有跟我講說要怎麼處理 比如滾地球過來的那個腳步 外面的那個腳步 因為我滾地球的接不大 就是會漏掉 因為腳步交的時候 漏球的機率比較小 判斷球的落點 和那個球的彈跳 然後要怎麼跑位那些 然後還有補位 這些是最常學到的 打擊方面多教了不同的東西 之前就是按照我們自己的方式 這一次教我們每次的打擊方法 就差很多 而且對打擊剛剛也有事 就是對打擊方面真的有效 也要打得比較遠 因為去年來了之後 是整個就是以大會的安排為主 那去年我覺得 大概基本上都是以守備為主 因為我本身是打擊方面 比較有研究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既然來到這邊的話 我很希望在這三天當中 可以讓選手學到一些 更特殊的 或是說更有感的一些打擊訓練 所以我把近期在教球隊的一些打擊動作 來教給這些基層的一個小朋友們 那我發現他們在適應方面也都很不錯 先試試看看他們接受的程度如何 然後再慢慢看用什麼方法 可以讓他們學到比較屬於 我認為是屬於是未來的一個主流的 一個訓練模式 那總是我覺得這三天這樣訓練下來 我還是有看到 每個選手在訓練 在打擊方面 我認為是進步很多 在日後如果有機會 再來這邊教導的話 我會在這方面再去安排出 讓選手比較能夠有感覺的 一個訓練出來 讓他們在這三天的訓練當中 可以收穫滿滿 難得見到文化大學的教練們 小球員當然要把握機會 好好從他們身上挖寶 而在互相交流的過程當中 教練和球員們是怎麼相處呢 打擊有很多 自己需要加強的地方 我有多問 教的方式比較新一點吧 第一次打還有點不習慣 後來就比較適應 就是用比較接近我們的方式吧 不會說教練有時候要 要有他教練的樣子 可能會有一些言出 但是他就是用像隊友的方式 跟你講說 這個動作怎麼做 怎樣做會比較好 就比較不會怕他 一不懂就問他 不會自己在那邊想 然後也想不過來這樣 像明熊總教練 他教的時候 人就很親切 就不像教練 其實他沒有教練那種 地位那種感覺 其他四個就很像朋友 學長那樣子 就是不會的我去問他 就是他會很親切的告訴我們 不會不會很兇就是很親切 很親切的學長 我也那個教練認真的很好 就是我們提問題 他都會很認真的回答 那也那個學長 他也是很認真的在教 他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你不用去害怕他 因為他會很認真的回答你的問題 也會把他學到的教練 他們就是因為我一開始來教他們 他們感覺就會很害怕 很害羞 不敢做 怕做錯之類的 我也會怕他們這樣 但是我就 我就常常就笑笑的 跟他們開個玩笑啊 跟他們聊聊天啊 然後他們害怕就是 因為怕我會做錯 怕我會罵他們 然後我會怎樣 可是我不會 但是他們不知道 我就只能跟他們說 不要害怕 嘗試錯了 錯了你就是知道哪裡是對的 你就要說對的 我就跟他們說 我到現在還會錯 所以你們不要害怕 就做就對了 有進步就是 他們敢於去嘗試這樣 接下來就這樣 就希望他們 學到了就是重複做習慣 做習慣之後 就會慢慢進步很快 我也會直接跟他們說 就是一定有問題 一定要講 因為今天大家都是來互相學習的 我也會去想怎麼學習啊 不論在球技上面啊 對不對在態度上面 我是不會覺得有距離啊 只是會跟我說 好好學到你以前是哪裡畢業的 這樣就問問我的底細這樣 對啊還不錯啦 對啊 沒有什麼距離 我覺得帶起來 其實他們也蠻配合的 主要我有提起說 你們不用緊張 做錯不會很罵你 就是因為你不會 所以我才要教你 然後有問題的話 直接提出來 我這樣教你也會比較快 因為我不是他們 所以我講太多 他們可能不會吸收進去 所以我就要需要他們 需要什麼教他們 我覺得這樣吸收比較快 看得出來他們就是有點不太 敢會找我搭話 只是我只是覺得 大家互相當好朋友的話 比較沒有距離這樣子 學習還有溝通上 就比較不會有那麼隔閡 老實講 在一群的小朋友訓練當中 我還是會去特別注意 幾個比較特殊的啦 就是說他第一 他不太會怕教練 第二他比較有他的一個想法 他可能會問一些問題也好 或是會做一些 比較讓你覺得 比較特別的一個動作出來的話 我都會特別去注意 然後因為你在訓練當中 如果大家都是同樣的態度的話 你會覺得比較沒有活力 你知道就實際程程 那你總是要抓幾個 比較感覺比較特別的 然後你去跟他做應對 就是跟他對話的時候 他就有一些不一樣的 訓練的一個效果出來 像讓其他小朋友覺得說 對啊 我好像也可以這樣子 要不然你如果全部的人 都不敢講話 只有一個表情 一直看著教練的話 那他懂不懂 我們也不清楚 我在訓練比較屬於那種 引導式的啦 就是我會找幾個人 來當一個Sample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訓練事實上不需要 都是同樣一個動作 或是一個訓練一個動作 你可以更活潑的 去做一些有效的訓練 然後跟教練之間 你也可以有很好的互動 我不敢跟小朋友 跟我大學的選手也是一樣 還是要讓他學到東西 想要學東西 然後學到我認為更好的東西 那這樣才是我教球 比較重要的一個宗旨 為期三天的金門棒球營 圓滿落幕 相信球員們 在文化大學教練們的指導之下 一定是收穫滿滿 希望未來 他們都能把學到的東西 運用在球場上 比繼續保有一顆熱愛棒球的心 他們不管多遠 都願意來這裡教我們 很感謝他們 很謝謝他們來教我們 因為畢竟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在媽祖 不能學到的東西 就是因為就像說 我們金門的 真的比台灣的難教很多 但是他們雖然都很兇 但也不會說是 就把我們丟在旁邊就放棄 就感謝